請你幫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卵巢NG保養 症狀直逼更年期 卵巢功能變差的時候 第一個 皮膚會變差 因為你爆棉可能不夠 膠炎蛋白會流失 所以你就知道一些皺紋 慢慢就會出現 情緒 你的睡眠 所以莫名其妙的暴怒 那最後一個是 大概平常以一卡车流失 你突然變化可以到五卡车 莫名提早衰老 卵巢問題是主因 不要為老人先衰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對女人而言呢 最重要的健康 擔任五臟六腑之外 這個部位 區域來講 應該是婦科 婦科呢 有人說 它形容是女性的 莫達 馬達 所以如果她照顧得好 你的整個身體的循環 更健康就維持好 今天幫大家整理一下 卵巢這樣保養 小心婦科 早摔 人也摔 如果你做得不對 你就會有疑慮出現了 好不好 來 我們看一下不同的迷思 首先 迷思一 貧血會造成卵巢功能下降嗎 好難喔 很難嗎 因為這應該就是 平常不會去想到的問題對不對 對 但是現場以六位來講話是各一半 來 雅倫 我覺得貧血 妳有沒有貧血 很多少女有貧血 很多女生 妳們三個都有嗎 是的 都有 對 少女只要 萬一要下去撿東西 撿起來就開始浮在那邊 就眼前了 就開始浮在那邊了 所以我想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是不是跟卵巢的功能 下降或上升 應該就沒有那麼 沒有什麼關係 畢竟只有老婦這邊在我玩冰 我這樣清閒 她的感覺就是覺得說 功能下降一定是跟年紀有關 對不對 難怪妳看了 雲冠往旁邊站 沒想到 沒有 沒有辦法造你 對啊 沒有造你 是不是 所以感覺上 她會覺得說 卵巢功能的下降 是跟年紀有關而已 因為卵巢功能的下降 通常會下在年紀有關的報道裡 是不是 可是 為什麼指到我這邊 沒有 是長期 這個 講到年紀 報道裡 都要亂指 都指天花板 千萬不要亂指人 那為什麼妳們兩位舉圈 來 就像妳剛剛一開始講的 就是卵巢這個東西 感覺上好像跟代謝什麼有關 那我就會覺得 貧血這東西 它跟氣血的循環也是有關的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跟卵巢也是有相關 貧血會影響全身 當然也會影響 卵巢功能的變長 對 是不是 妳合理來推斷應該是這樣 為什麼會貧血 為什麼會貧血 以雅倫來講 她的貧血是屬於感覺貧血 因為她太高了 一蹲下去 血打不上 我也覺得這樣子 妳說那是假象 沒有 我覺得像我永遠四肢冰冷 我也是覺得 因為我們那個道比較強 貧燒神經道的 冰冷 路途有點遙遠 是不是 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不只是卵巢功能 連子宮會因為貧血 都會受影響 對 還是讓大家知道 所謂復刻的範圍 我們重新再講一下 因為很多肚子裡的東西 沒看到 對 其實我們內部有很多器官 包含這個是子宮 兩邊的卵巢 其實卵巢不會很大 不要小看大概3乘2公分 就3乘2公分 就這麼一點點大 對啊 很小 對 它負責的功能很大 如果在細部就把它切割 卵巢還分皮質 卵巢最重要的是那個皮 那個皮是分泌所有荷爾蒙所在 那裡面有一些水質 也是分泌跟一些代謝有關的 所以這短短的 可是它有很多老闆 它不是只有一個老闆 它有一個 包含下四秋 腦下嘴體 這兩個是它的老闆 甚至於更上面有一些 心情也會都影響到它 心情 心情也會 心情會影響 會 請不要用這個理由來 當成你 心情不好 當成你軟巢的東西 跟你而已 那血液循環這麼重要 其實最重要的 貧血造成血液循環變差 軟巢的血液循環差的時候 它功能就會受到影響 我們貧血其實影響全身非常大 貧血影響的時候 上蟲腦袋下蟲腳底全部會影響 腦袋會變笨 你的身體肌肉供氧變差 你肌肉會沒力氣 渾身就軟趴趴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的腸胃道也會影響 貧血的人腸胃蠕動的差 所以常常會肚子脹脹不舒服 除了負科的範圍之外 那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血液循環 供氧都差的時候 軟巢功能怎麼會好到哪裡去呢 那它功能下降會怎麼樣 就不排軟嗎 還是說會... 如果以我們書上寫 軟巢功能會總共有17 下降有17項 為了怕節目不夠 時間不夠 我不講那麼多 我講4個就好 軟巢功能變差的時候 第一個 因為你荷膿痕不夠 荷膿不夠的時候 皮膚會變薄 膠原蛋白會流失 所以你就知道一些皺紋 慢慢就會出現 那第二個出現的是 就是包含你的情緒 你的睡眠 所以莫名其妙的暴怒 莫名其妙 以前不會生氣 這時候看誰都不順眼 我當然以為這個 只有在更年期才會發生 其實不是 在金錢症候期 也有一些軟巢功能的 下降或不正常的 比例上升的時候 都會出現 然後不能控制 通常他都覺得他不能控制 其實我們旁邊的人看 都覺得他可以控制 那第三個 荷膿的影響會影響到血管 當你荷膿不足的時候 血管會不自主的放鬆 所以大家聽過一個熱潮紅的名詞 熱潮紅大家都以為 只有在更年期才會 對 其實在超過三幾四十 如果你軟巢功能突然的下降 荷膿不足 你也會短暫的出現熱潮紅 那最後一個是 它的骨質流失你比較沒感覺 大家知道骨質流失 大家講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當你軟巢功能下降的時候 其實我舉例來講 你軟巢功能下降 你的體內荷膿 本來是200個單位 一下子掉到20或10的時候 骨質在這時候會大量的流失 這流失非常快速 大概平常以一卡車流失 你突然變化可以到五卡車 所以我們在平津剛開始那三年 就是經常性就已經不夠了 那三年流失的速度 所以就知道光一個平血 引起軟巢的荷爾蒙的變動 它有很多動態性的變化是有影響 那到底為什麼會平血 平血大概簡單分三個因素 一個是製造的不夠 製造不夠 為什麼製造不夠 又分兩個了 一個就是吃的不夠 原料不夠 另外一個在裡面破壞得太快 也就是說你的鐵吸收進來 吸收太少 你可能吃太少 有人是鐵完全不能吸收 他可能跟其他藥物一起吃的時候 吸收不夠 所以你的材料就不夠 第二個是流失太快 女生比較特別 女生最常見的是精血 男生通常是痔瘡跟腸胃道的出血 對 那第三個就莫名其妙的裡面 自行破壞 比如說一些自行免疫的疾病 它會去破壞 或者你用藥物會突然的破壞平血 這三個是主要原因 那如果妳照妳這樣講 我們怎麼知道說一般女生 我察覺說 我卵巢夠沒下降 對啊 所以有剛剛那四個症狀 你說驚奇亂嗎 對 或者是說驚奇的長短 是不是有關係 因為我剛剛提到那幾個症狀 其實是我們醫療上比較常見 但是在驚奇是女生 比較好自我察覺 可是我要先講 很多人貧血嚴重一大糊塗 她驚奇還是滿正常的 對啊 驚奇是一個最好檢視自己 婦科規不規則的一個好方法 所以如果妳的驚奇 正常是21天到35天 來一次是合理 超過42天才來 或者不到21天就來一次 基本上都是不太正常的 第二個是來得太多 或來得太少 超過10天都沒乾淨 算太久太多 不到3天就沒了 也不行 也不太好 通常來看一看 如果沒事妳就繼續回家 過好日子 對 滿正的 但又可能因為這樣 我們發覺出其他的問題 沒錯 其實有任何問題 找我們先篩檢一下 如果沒有大問題 就回家好好過日子 有沒有因為貧血的案例 最常見 貧血造成卵巢功能下降的案例 就是 因為就是妳的製造的顏料不夠 所以最常見的就是 那個醫生的門診 會發現有一個女生走進來一看 明明瘦得要死 然後醫生就跟他說 現在什麼狀況 他就 那為什麼呢 後來那醫生說 一看那女生就很明顯 第一 她非常瘦 皮膚很差 甚至闖出小小的細毛 連頭髮的髮質都很明顯的 非常的不理想 然後月經可能很久沒有來 所以就是因為妳的卵巢老闆 也已經不正常了 就是那些內分泌都不正常 所以她的卵巢 根本就可能關機的這樣 可是另外一款比較特別是 剛才說成衣有一款 是血流太多對不對 沒錯 之前有一個女生她就是 她其實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她的精血量就超級大 然後她就一直講說 精血很多是不是代表我很青春 因為精血很多量很大 代表我就是功能很好 所以她也沒有特別去留心 反正每次來 就是用那種慘腹型的這樣用 她都沒有在意 可是遲到什麼時候 有一陣子她就開始覺得說 自己有時候就是 常常會覺得不舒服之外 覺得想我好像有心臟病 因為整個 好像妳是不是有肺炎還是心臟病 反正心肺的功能很差 結果一直就要去看醫生 醫生就跟她說 其實驗了之後說 妳是因為貧血 妳有非常嚴重的貧血 可是後來治療了之後 她把肌瘤出 因為她子宮肌瘤 所以造成她每次出血都那麼大 後來她想說她也不生了 所以把它切掉 把肌瘤切掉之後她說 不只是生活什麼都好轉 就妳剛才講了 整個人的長相 氣色 就是皮膚 氣色 真是更妙了 她剛才就說 她以前真的偶爾會覺得很熱 但她從來都沒有想 她以為想說她要提早更年期 後來才發現 她可能跟她本來的這整個 婦科的都不理想有關 可是這一切在她 把肌瘤處理掉之後 她覺得整個都好轉 所以如果以中醫來講到彭醫師 這個卵巢功能的下降 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層面在哪裡 其實剛剛講的是皮膚 外在 其實對健康的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中醫好 她是從乾皮腎三個脹腑 來看我們所謂的卵巢 所以乾就是跟長血有關 所以如果是貧血 那妳全身血液不足的時候 像有時候我們的指甲 像現在女生很喜歡做美甲 那妳的指甲就會剝落 她會莫名其妙的就變白 然後一直掉 甚至是有些裂痕 這是貧血的關係 那頭髮當然就分岔了 那除了這個皮膚外在的 這種樣子之外 妳的身材整個也會變得很胖 就是莫名其妙的發胖 甚至胸部下垂 或是屁股變大 就是女生不想要的東西 她全部會早上 因為貧血 這是全部貴貧血 不是本來身材不好 對 都是貧血的問題 都是貧血害我變胖這樣子 所以這是跟卵巢功能有關 不過它最相關還是跟月經相關 就是說它可能會導致 提早停經 40歲 還沒到妳就已經停經 或是月經整個混亂 經期太長或太短這樣子 對 不過我們中醫是比較建議說 其實每個年齡層 它有它該有的 這個荷爾蒙的濃度 跟卵巢的功能 不一定要一味的去給它活化 比方說妳現在是在20到34歲 那我們就知道 它其實是妳的盛氣最旺盛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只要維持就好了 維持妳該有的青春美麗 這樣就夠了 不要過度再去活化它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反而就要多吃一些 新鮮的蔬菜水果 喝水 是一些清淡的 像小黃瓜 番茄 木耳 這種富含維他命斯的東西 正常的過日食 對 這樣就好了 如果真的很想做保健 其實在20到34歲 這種算是親手女 對 我會建議就是 三陰礁的保健一定要知道 三陰礁大家都會找 內懷上 就這個內懷上四指的這個位置 每天可以這樣子揉按它 36下 就當成一個保養 36下 對 36下 其實妳如果在辦公室久坐 妳也可以自己找到這個位置 然後在這個禁骨的位置 今天揉按36下 這個就是親手女上班族 最好的一個保養 我們卵巢的方式了 按下去會有點痛 有點痠 是正常的 正常的 對 因為這邊是剛剛講 肝皮剩三個經絡的交會的位置 三陰礁就是這樣子命名的 接下來就是說 妳已經到了這個前更年期 其實我們不這麼講 我們叫做熟女 那熟女的時候 就維持妳的女性魅力就可以了 那怎麼維持呢 其實我們這個時候還有 但是它不好控制 有時候會忽睹 有時候會忽少 所以情緒會起伏 所以我們盡量讓它維持平衡 比方說我們吃一些豆類 吃一些核桃 栗子 或是一些堅果類的油脂 像芝麻 豆腐 都是很適合的一些食物的建議 那身體的荷爾蒙平衡之後 妳自然身體就會很漂亮 那保養的穴道叫做 顧名思義 雪的海 所以這裡是平雪的人 最適合按壓的穴道 在哪裡呢 哪裡 它就是妳的右手自己往內 大拇指按到的這個位置 對 就是所謂的雪海穴 骨膝蓋啊 骨的膝蓋嗎 對 我們的手就是45度之後 握住自己的膝蓋 然後有一個骨頭旁邊 會凹進去是不是 它其實是在骨四頭肌的這個 有一個凹陷的這個位置 反正按下去超痛 滿痛的 滿痛的 對 因為現在有一個凹陷的位置 然後我們每次一按就想說 果然是鞋海生稠啊 鞋海生稠 講得滿好的 很勇敢耶 這個穴道 對... 因為這個穴道它在比較內側位置 所以我們一般也是在坐著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來按壓 它很適合容易四肢冰冷 然後或是末朝循環不好的人 經常按 你會覺得腳可能就暖起來 那這個雅倫要多按 因為它特別冰 其實有時候去推那個腳底按摩 師傅會推上來的時候 對 你就以為它要幹嘛 因為它永遠是說 對 每一次去永遠都會這樣子 對 是 接下來就是年紀稍大40歲以上 大家就覺得很傷心 因為這進入所謂的更年期 那怎麼辦呢 不要害怕 這個時候適時的 我們可以來一些滋補 滋補甘根腎就好 所以一些補血的 可以吃補氣的 像一般河手屋 或者是像熟地皇 皇旗這類的 適當吃一點是不錯的 所以這個階段的人 如果只靠自然的食材 大概就不夠力了 不太夠 因為現在的飲食雖然很均衡 可是中藥材 它一定得這種補氣血的效果 但是就是在吃的時候會補 那不吃的時候可能沒有 就是這樣的效果 而且要看體質 如果你是有囊腫或是有肌瘤 那就不能夠補 所以就是它有限制的 你是正常的這個年齡的退化 可以稍微滋補一下 那這序位就是太吸血 這個很好找就是內懷 跟這個後面 就是阿基里斯間這個凹陷的地方 像我這樣子捏就可以了 對 就是在內懷這個位置 如果45歲以上 我們就開始要抗衰老了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開始想要逆齡 所以重點是要 少吃一點 吃一些降脂的 或是低脂的東西 天啊 45歲之後就要少吃了 那到70歲的時候 不是都不能吃了 好慣 因為所以年紀變大 你的代謝是變慢的 所以其實你要吃少一點 你可以維持青春美麗 這倒是真的 不然你吃一樣的量 其實你會變胖 代謝慢 沒錯 所以像很好的低脂 就是因為我很推薦蓮藕 番薯黑木耳這類的食材 大家平常多吃 那關圓屑在我們的肚臍下 平常保持溫暖 這樣子就可以了 保持溫暖 好 這是迷思1 評寫的部分 迷思2 來看一下 請問 使用爽生粉 讓私密處保持乾燥 可以減少感染 降低卵巢疾病的風險 對... 不用想 妳沒看到 雅倫已經想到 瑞君是各一半 對 還滿決定 不是 因為有一個關鍵字不對對不對 對 有一個東西不對 爽生粉不對 因為是說 讓私密處保持乾燥 可以減少感染 這句話感覺都對 但是爽生粉可以降低 像我們有Baby 就是現在都會有 就是取代爽生粉的東西 對 就是因為怕它滑 滑石粉的問題 所以就會想說 是不是 爽生粉的成分 對 是不是讓它保持乾燥就好 而不需要用一些粉狀 而且粉狀的東西感覺會 就是保持著那邊乾燥 可是會呼吸到 會不會有點受傷 可是妳也不會在那裡 可是你在擦的時候 總是會飛揚 然後呢 而且總覺得 就是私密處也會有黏膜 那黏膜總覺得有 用重物入侵 或者不好的感覺 對 感覺反而容易發炎 搞不好更容易感染 我也是覺得說 用爽生粉來保持 然後減少 然後導致可以降低 你覺得這個就太神嗎 可以 還是說不要用爽生粉 用麵粉 還是用什麼 不是 我的意思說就是說 要保持私密處的乾淨乾燥 然後不要讓它感染 應該就是基本的 而不是用爽生粉 這個前提放在前面 對 比如說 我晚早的時候用吹風機 我覺得好像稍微好一些 他們說用吹風機好像很有效 我不知道 吹風機 我就覺得好像有 有 我爸爸他們在游泳的地方 那個游泳池的洗澡間 他們都有 附射專用妹妹用的吹風機 對 男生也是 他都是一樣的吹風機 只是說這幾隻是吹頭髮用的 那這兩隻是可以吹 這麼沒有留意的吹起來 那個感覺就 不是有 對 我覺得好像用吹風機 還稍微好一點點 OK 所以加於妳剛剛的邏輯 舉叉的原因是跟 兩輪是有點沒同 對 我覺得我們其實是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 私密處保持乾燥是對的 可是用爽生粉 這個方式可能是不對的 好 後面有舉圈遇寒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 本身就有在用這個 那它這個其實是給女性 為了女生私密處 專門研發的爽生粉 對 所以其實那像我自己 本身就有在用 那它真的使用過了之後 第一個就是變乾燥 然後異味也減少了 那變乾燥之後呢 當然摩擦也就減少了 那既然外面都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香香噴噴的 那裡面怎麼可能會有病呢 染潮怎麼可能會有問題呢 比較不會感染 這集題目是綜合三四個研究 跟觀念合在一起 這個這個有這麼複雜 這麼複雜 陷阱 陷阱 簡答題啊 簡答題 本來是很簡單的想測驗大家的想法 果然測出大家奇怪的想法 不過這集是錯的 是錯的 怎麼可能 我先講一個 大家邏輯中的錯誤的觀念 第一個呢 我們這個私密處 平常是關起來的 你粉是不會飄進去的 是 就像大家如果去游泳 你不會站起來 就突然發出聲音 然後臉水會掉下來 你知道它平常是關起來 有套力 對 我們要套力是關閉的 第二個呢 其實這是一個好玩的研究 其實在我們 大概我學生時代 我們就有一些論文 發現在卵巢癌的切片裡面 發現都有一些細晶結石 那時候就想說這個細 後來肺癌也有一些 於是就想說細結晶 這個是不是造成癌症的原因 那從那時候1980年 有一些研究開始 在97年有一篇很好玩的研究 他就發現 那時候的爽生粉 裡面用了很多細酸鎂 就他尤其老外 很喜歡在這邊用大量的爽生粉 保持乾燥 也有一些減少摩擦 那一篇研究發現 在大量使用的人 他剛好得卵巢癌的比例 增加三四倍左右 但是呢 也只有那麼一篇有出來 可是從那時候 當然有一個好處 就提醒大家 FDA就說 那以後 你的爽生粉裡面 就不要談太多的滑石粉 也就是細酸鎂的成分 所以大家如果看 剛剛 你那一瓶我剛剛看過 裡面已經用 所以這個是健康的 爽生粉都是 玉米粉比較多了嗎 對 因為這樣的觀念 比較廣 開始擴散之後 大家漸漸的就發現 這個是好像是 第一 他們那個時候就說 其實爽生粉裡面 用的滑石粉 有點類似 他們認為那個結構 可能有點類似食棉的結構 那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 也知道食棉是第一級致癌物 就是吸入 所以在肺臟 它會形成特殊的 叫肺臟的尖皮癌 所以大家想說 既然都有這樣的風險 就乾脆你就不要用好了 與似乎大家就開始選 是這個玉米粉 可是你說我們生活中 有沒有那個滑石粉 還是會接觸得到 第一個 比如說有些手套 乳膠手套 它會讓它比較柔滑 你會發現它會有滑石粉 對 那第二個 據說 只是一定的比例 你會很好奇 騙人對不對 真的有合法的 但是它是 就是它是添加在 據說部分的巧克力 還是什麼產品裡面 有些會有出現 我超愛吃巧克力 超好吃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 很低量的可以添加 所以說你的生活周遭 有沒有可能會找到 你還是會找到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去閱讀的標籤 比如說你想要買 這個爽生粉的時候 沒錯 或者你要買寶寶的爽生粉 可以看一下 它用的成分是什麼 這一題真的是 有點困難的孫韌題 有一個是保持乾燥 是不是可以減少感染 那第二個減少感染 是不是可以減少 亡潮癌疾病 其實它一段一段生潤 我先講 保持乾燥好不好 好 適當的乾燥是好 太乾也不好 太乾其實性生活 或者是其他的摩擦 會更難過 應該是不要太濕 這比較重要 可是很多人為了怕 有只要 它就是一定不能濕 它要乾 隨時保持乾燥 一天到晚用護墊 一天到晚用那種 類似華石粉之類的 保持乾燥劑 它反而會更傷害 另外一個減少感染 會不會減少 它不孕症的風險是對 可是常常感染 會不會跟卵巢癌有相關 目前討論不一定 但確定跟子宮頸癌 是有相關的 對 你說卵巢跟子宮頸癌相關 不是 感染跟子宮頸癌有相關 因為子宮頸癌 已經比較確認 是跟感染有關 卵巢癌目前 最重要的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 生育的過程當中 卵巢是可以休息的 因為它不排卵嘛 對 第二個它卵巢過度刺激 什麼叫過度刺激呢 其實你脂肪類的攝取 太多的時候 所以吃太 本身太胖或吃太油的人 其實比較容易 還有一個呢 你本身有糖尿病的人 糖尿病的人也比較容易 當然還有一些遺傳因素 包含安吉利娜球莉 那個基因遺傳的問題 或家族食油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 好 但是如果說 你剛剛講到說 保持私密處的乾燥 像剛才有人說 那我寧願用吹風機吹乾 是不是會比較有用 保持乾燥比較好 不要燙髒 對 因為冷風 很實際 很實際 對 所以如果只是洗完澡吹乾而已 其實我贊成是用吹風機 適當的外陰的吹乾 因為其實華人 他比較沒有整理外陰毛髮的習慣 其實老外其實外陰毛髮比較 人家他們要去修形狀幹嘛 對 外國人士 他有時候會說 我要找我的髮型師 是 下面有髮型設計師 對 所以其實老外這個風氣 算是健康的 對啊 對他們來講 他們認為是健康跟禮貌的一種 因為他覺得 雜草叢生不好看 另外容易悶到 那華人比較沒這個習慣 毛量差很多 這是真的 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 可能沒有保持乾燥 很多人可能說 黴菌感染 發炎 有很大的原因 可能是來自於這樣子 對不對 而且更擔心是用錯誤的 保持乾燥的方式 因為之前就有人就想說 我如果去 他去買坊間 據稱是什麼 添加了中藥粉的 然後他就很高興想說 這個中藥粉 一方面可以殺菌 二方面可以吸濕 然後他可是要 他想說這個價格又沒有很便宜 所以他就省著點用 結果反而用了一個禮拜之後 又開始覺得整個 人不舒爽起來 然後開始不舒服 他要去看 才發現就已經感染了 就是你反而如果不正確的使用 他是增加感染的 所以這一點還正式要留意一下 對啊 再來 迷思3 玫瑰筋有按摩 庫部可以保養卵巢 可以吧 圈叉 請選擇 不行嗎 可以啦 這是圈 六位 各一半 六位 各一半 前面兩圈一叉 後面兩叉一圈 睿君 你認為不行 我跟你講其實我覺得 按摩可以保養卵巢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自己覺得 你知道我們生完的時候 醫生都會叫我們要按摩 因為要讓子宮 刺激子宮收縮 就是讓他按摩 他才可以趕快收縮起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按摩 就深層一點按摩 其實應該也可以刺激到卵巢 可是你知道精油這種東西 就是要很小心 像比如說有些精油 它就會特別寫說 孕婦或者是幼兒不太適合 尤其是玫瑰精油 它又跟好像刺激那種荷爾蒙有關的 就是有點 就是讓大家彼此比較有情調的 所以我就不曉得說這種 就是如果過度的刺激 跟荷爾蒙有關 會不會 妳怕妳老公聞到的是 玫瑰精油給妳亂按摩 對 那就是怕說 會不會反而就是會傷到卵巢 反而不好 對 好 佳瑰妳是確定 如果照睿君姐剛剛講按摩腹部 我突然想到 我之前去泰國的時候 他們有泰式按摩嘛 就有那種老媽媽 要七十幾歲的老媽媽 他就有男生 就幫妳做那個攝護線按摩 女生就是卵巢子宮按摩 攝護線按摩怎麼按 有喔 真的有一張攝護線按摩 因為他其實是用一個 那個浴巾把妳罩住 然後就手伸進去按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按摩 不是 一個七十歲的阿嬤幫妳按攝護線按摩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有一派的按摩 他們認為 妳跟妳講 這是色情的吧 沒有 這是色情的 不是色情的 這不是很正式的 有一派的按摩 他們認為男性的 那個攝護線 其實是需要被按摩的 對 然後女生的卵巢 聽說是非常好的 她就是女生的卵巢也要按摩 然後我要再補充 然後因為呢 我有在研究精油這東西 像我腸胃不好的時候 就我的方醫老師跟我說 妳就點那個 可以消化的 可以刺激腸胃蠕動的精油 到肚臍 有 這種精油 因為他說精油是可以透過 皮膚透過血液 然後可以到的 就是它會有療效的 所以我就想玫瑰精油 玫瑰又是一個 像妳剛剛說的吹琴 可以刺激荷爾蒙 所以它可能用玫瑰精油 按摩腹部就可以刺激我們的卵巢 所以是成立的 對 對不對 妳也是成立的 因為每次去做身體spot的時候 我們幫她療療 妳們是同一位嗎 不是 我們就是背面 按完之後 總是很喜歡翻正面 可是其實我很討厭按這一塊 然後她就說不行 妳要按 譬如說她按到腸胃的時候 腸胃就咕嚕咕嚕 然後再往下按的時候 就會有一幾點比較刺激 她都會說 我在幫妳按摩腹科附近 對 那幫助是什麼 她們講的 她幫助說這樣比較好 沒事 我上次 沒有說是可以怎麼樣對不對 她也不能說療效 因為那畢竟只是一個spot 對 她只是一個保養 對 保養 保養 她寫保養 有 有 有 我上次去spot按摩的時候 我那個按摩師她就是 一邊幫我按摩 妳們女生是很愛spot按摩 沒有 消除皮 保養一下 腹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腹胃 對 腹胃跟腹胃 而且女生不知道為什麼 都氣節好多 都要推開 一定要定期去推一下 另外保養一下 好 對 但上次我去的時候 我們按摩師她就是 一邊幫我按摩腹部就一邊說 我跟你講按摩腹部很好 可以保養軟糙 屈黑除痘 養顏黑除痘 屈黑除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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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痞 屈黑除痘 然後養顏美容 之類的 有種說吹斑除豆啦 然後養顏美容 然後又說 如果你驚奇不順的 按一按可以調節一下 然後就是總之就是 驚奇不順 按一按 你的驚奇就可以順 他就說可能軟巢 婦科 子宮 這些地方可以幫 他們都這樣說 對 有一套說詞就對了 對 因為那邊很難問 聽起來好像腹部按摩 是一個萬人的 對啊 這麼重要的說法 寶人女婦也會 對 然後就說是嗎 不是吧 好 來 我們先來解答這個題目好不好 來 彭醫師 到底它可不可以保養軟巢 不可能 不可能 其實是這樣子 軟巢在我們的腹腔的生成 它其實用手怎麼按 怎麼用力 它其實按不到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按摩腹部它主要就是暖宮 頂多就是溫暖子宮 或者是活入我們一些腹科循環 但是不是指保養軟巢 不過是這樣子 所以他講說前面的韌脈 後面的督脈 以及我們從這邊 有個叫做沖脈以及帶脈 這幾個所謂的經絡 它就是串聯我們所謂的 子宮跟軟巢 所以有一些按摩的手法 他會跟你說 我雖然是刺激子宮 之後也是可以刺激到軟巢什麼 可是真的扯太遠了 我是覺得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那個泰國的七十歲阿嬤 就不用去了是不是 我覺得保養車呼吸的方法 我可以告訴你 正統的中醫是沒有這一套的 真的 沒有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奇怪 會有人在那邊傳說 精油按摩可以保養軟巢 對啊 真的超強的對不對 對 就是如果你像我們的骨骼 稍微骨骼一下玫瑰精油或什麼 你就會查到玫瑰精油的 很多種作用 包括你剛剛講的 什麼改善痛筋 然後軟巢保養 延緩衰老有沒有 這就你方老師講的 然後可以調節身心 當然可能忘了 我們忘了補上來 就是有關於驅斑除衝 但是有沒有這些相關的 學理根據呢 你會發現查來查去 就只有大陸相關的說法 但它並沒有後面的研究的結論 沒有醫學上的一個證實 但是兩件事情 到底精油有沒有可能 影響你的包括荷爾蒙或什麼 到底按摩有沒有可能 按摩到你的卵巢這件事情 先說如果你精油使用 真的要小心 因為有些精油 它有類似持激素的作用 之前中國才誘出了一個 很特別的案例 有一個女生 小女生 她媽媽很緊張的 就會幫她 她的幾歲的女孩子 然後六歲還幾歲而已 她幫她洗澡的時候發現說 怎麼胸部摸起來 有一個小硬的 硬硬的小腫塊兩邊 然後後來就發現奇怪了 她那個時候才想到說 她那陣子洗女兒的內褲 然後發現奇怪 這女生年紀這麼小 可是她分泌物超多 很像大人有白帶什麼那麼多 然後想說到底怎麼回事 後來就帶去給醫生看 就一檢查 醫生就用各種指標 包括看一下腦下垂體 有沒有異常 一些荷爾蒙指標 她就跟她說 她覺得她是 所以假性的性澡手 她不是真的 可能生理上有一些 腦下垂體的硬場 或是分泌的異常 她就跟她討論很久之後發現 這個小女生喜歡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她媽媽也很喜歡跟大家一樣 就是去SPA按摩 然後媽媽都會享受精油 妹妹在旁邊也覺得 好喜歡摸那個精油味道 然後小孩子不可能去給她按摩 所以她就會跟著媽媽摸那個手 在那邊玩 自己塗 所以她常常會用到精油產品 她也喜歡用媽媽的 這些香水什麼的產品 其中她最常用的是 那種薰衣草精油產品 所以後來她們認為說 有沒有可能是精油 因為之前Lancet有其他幾篇 發現小男生有女性化的作用的時候 跟媽媽的精油有關 所以她停止使用之後 後來那些症狀就消失了 所以說有沒有有一些精油 文藥精油它成分很複雜 他們現在要訂國家標準 你發現很難是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各種天然成分 是不依而定 那怎麼去那個 所以很複雜 我們不知道它會發生怎麼樣作用 所以像這種小朋友或什麼 你是不是要大量使用 我覺得這值得存疑 第二個按摩 有沒有可能按摩到軟巢 我說一句實在話 之前有一個案例也超級好笑 那個婦產科醫師說 她遇到那個女生 很緊急地跟她說 醫生 我真的很痛很痛 然後後來去急診 然後就發現怎樣 那個女生之前也是一樣 去做了SPA按摩 那SPA按摩那個小姐 也一樣的跟她講說 我告訴你 你這裡有一個硬硬的 你可能不知道是素便還是氣節 然後就用力想把它推開 就用力一直推… 當場也沒有覺得特別不舒服 想說可能就是氣節吧 回家又想要 越不對不對 很痛… 後來發現她卵巢有一個腫瘤 她那腫瘤是長有 她說那個醫生形容是有餅的 就是有一個餅的腫瘤 那可能她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用力推反而造成那個扭轉 她本來長在那兒還沒有痛 你扭轉她之後 那個腫不起來就痛了 所以她說幸好她還有警覺性 自己知道那個應該不是氣節散開 而是痛 所以重點是 你們跟SPA手法照到底 她們應該是舒服的 舒適 一命推 因為你真的很痛 那應該我覺得就有問題 就應該提醒她 是不是我真的非常的痛 那是不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陳醫師妳這樣聽完 是不是有哪些的精油 在你們的認知之下 它可能使用不當 反而造成復科其實是不好的 其實復科比較少來找我們 其實是小朋友 找發性 性早熟的 這是一國 還有一個最常見還是產科 精油 其實我幫精油講一些話 精油其實它是有很多的學問 現在很多國際認證的方療師 我其實尊重他們專業 可是我們討論比較多 是產科遇到比較多 一個是玫瑰精油 另外一個是薰衣草 其實玫瑰精油跟薰衣草 在初期都不是很適合使用 因為它的確有的研究會說 讓子宮早期收縮 有的會改變了血液的循環 所以容易早產跟流產 改變了血液的循環 所以容易早產跟流產的現象 所以我自己的病人 如果他以前有使用 我都會說 前三月盡量不要用 到六個月為止 甚至玫瑰精油 越好的玫瑰精油 恐怕都不適合用 是 妳說最好不要用的是 紋還是說X 其實都是一樣 現在有另外一個趨勢 我自己每次去尋產房 代產跟產後 好多人都有一些精油 點那個香菇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用這個 他說這個目前有些認證 其實它使用可以讓它 因為精油不愛幾個 舒緩 對 那能不能用呢 我的理由 我的邏輯就是 誰給誰 誰負責 誰給你 他必須要負責這個的安全性 那大概我們自己在看 大概就薰衣草跟玫瑰精油 我們自己會建議迴避 其他的部分 倒是沒有那麼嚴格 因為你使用量 你並不是拿來做消耳淋浴 你跟每天拿來當氧氣來呼吸吧 不過剛剛彭醫師在講說 如果以按摩的角度來講 它是可以暖子宮 對 對卵巢可能沒有辦法直接弄 幫助到對不對 比較沒有辦法直接的效果 花了兩三千塊錢 去暖一個子宮 跟熱敷 泡熱水澡 你的效果差不多了 你們的錢 你在家裡泡沒有尊貴感 差別是這樣 差很多 但是所以起碼有一個呵護女性 對 沒有認真的 OK OK 蓋毛巾 對 其實就這個神經節的分布來講 其實不如就趴著 後面 因為其實急神經 是從後面往前面發的 你趴著讓它這樣按 效果應該還比按正面好 來得更直接 所以你剛剛還有講到一個 如果真的要保養卵巢 是有方法可以按的呢 自己來就好 而且是有認證的 所以我們中醫叫懂事齊穴 為什麼有認證呢 我先講它的由來 就它這個穴位刺激過後 就是活的人 它就是做那種即時的MRI 看刺激那個穴位之後 腦部它那個卵巢 相對應的區域的血流量會增加 所以發現它對於卵巢 有活化的功能 這個穴位其實就在我們的手上面 手 非常的簡單 按手保養卵巢 這麼方便 對 它是一整組的 一次一定要記得是按一整組 第一組在我們的大拇指 就是我們的這個靠近 我們手掌骨的這個關節這邊 有兩個點 所以靠內側這兩個點 它叫做 腹科穴 所以我們就是沿著這個手指上下 這兩個點就是腹科穴 然後第二組穴道 它是在我們的無名指 無名指我們有兩個指節交接的地方 這叫 環巢穴 所以這個穴道 它是在靠近我們的小指側 就是第一個第二個環巢穴 腹科環巢兩個穴 每天按36下 我們中醫叫做 對 所以它有這個由來 所以我建議就是想要做軟巢保養 其實你的手經常自己按 真的不會找穴道的話 就是大拇指拉一拉 揉一揉 然後無名指一樣 從你的根部 往你的手指尖的位置 每天拉36下 其實有一個保養的效果 是關節跟關節中間 是在關節上面 關節上面 就是關節 就是關節 就是像這個 對… 就是指跟指關節 來 接下來迷思是 天天補充高鈣的食物 保養卵巢降低罹患的風險 差距多 前面全差 為何 亞倫 因為鈣 因為我自己 因為自己不喝白牛奶 我不喝 從我董事開始 我沒有喝過鮮奶 然後後來我也不太在曬太陽 所以我可能補充鈣 我比較從食補上面 但是食補 然後之前有吃一些什麼 鈣片 鈣錠等等 但是後來有醫生說 鈣其實不能過量的去補充 所以想說天天補充 高鈣食物 我覺得我有一點害怕 所以如果我們把高拿掉 天天補充鈣食物 含鈣食物 對不對 含鈣食物 你可能就認同了 不是高鈣 因為已經連我們那個 普通補养 補充鈣 他都會說不可以過量 或天天太多的話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 好 來 瑞群 我老實說 妳還在按那個卵巢的穴 對… 還想再生 但是沒有下 這跟生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你知道卵巢好了 人都對 沒有 就是我說句老實話 我沒有聽說 鈣跟卵巢之間的關係 那一般來講婦科的話 我們的印象比較是鐵 就是說女性要補鐵 然後經期來要補鐵 會流失鐵 所以我真的 這個我真的沒有在網路上 或看嘛 所以我比較無法聯想 很難理解 對 我就比較不能理解 所以我想應該不對吧 其實這集我也覺得有點 如果改成 高纖維食物 沒錯 真的嗎 因為高脂肪 脂肪攝取太多 會 還有肥胖會導致卵巢癌 所以高纖維可以減少 脂肪攝取跟減重 其實它是最好的答案 但是 高鈣 對 其實鈣的補充 尤其適量鈣的補充 對於卵巢癌的抑制是有關係 好 我們再來講 有關係啊 其實是有關係的 我們在講 有缺 對 答案是缺 我們來講卵巢癌 它有很多因素 我們剛剛提到最簡單的因素 雖然是因為什麼 沒生育 或者脂肪培胖等等 最重要因素是 在不斷的分裂當中 它一定會產生凸垂的時候 凸垂有些就自己萎縮掉 就沒有變成壞東西 但是反覆的凸垂的時候 其實會產生 壞細胞 那什麼情況容易產生壞的細胞 其實當你鈣 這一類的調節物質不夠的時候 容易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補充適當的鈣 其實可以減少卵巢癌的風險 這是事實 有些研究大概這樣一半左右 其實是有幫助的 但是補充鈣有一個重點 要分量 分次的補充 比如說你一天要補充1500 請不要一次一顆1500 你如果把它拆成500 拆三次 其實它的產生結石或相關的風險 是會下降的 真的喔 了解 所以我們這個題目 應該反過來另外一個角度說 對 對不對 保養卵巢 就可以降低罹患風險 是 這樣就對了 對 好 那另外如果想要顧卵巢 還沒有什麼樣的營養 我們要多攝取 或是有些我們先量少碰 少碰的話 其實像 其實我跟你講 所有的 目前的不好的東西 糖分恐怕是最危險 脂肪還沒有那麼危險 大家會發現 我們以前都在打房 打房 打脂肪 這兩年比較少在討論 打脂肪這件事情 因為脂肪其實它是必要的 其實你只要不要太大量 跟不好的脂肪攝取 其實它影響沒有那麼大 但是糖分呢 精緻糖分絕對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精緻糖分的攝取 還有太辛辣的食物 因為有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的確有些研究 它的卵巢還真的風險 是有增加一些的 為什麼 對 這個我沒有辦法給答案 但是我們在研究上顯示 的確是刺激類的食物 因為這可能跟刺激類的食物 它也許就生活太多采多姿 不睡覺 然後生育比較少 也許都有相關性 對 那酒精類的東西 也不太建議攝取 但是有沒有好東西 其他好東西有 這兩個其實都是好東西 那個我還有聽過說 可以多吃橄欖 然後以形補形這樣 橄欖 橄欖像軟巢的意思嗎 橄欖吃吃好玩的嘛 那蜜芥那種橄欖 對 就是因為人家 譬如說吃腦補腦 以形補形嗎 所以我聽說過這樣 這樣是對的 那以形補形 你也應該吃鮭魚卵 或是吃 是橄欖 那可能 大小差不多 卵巢的形狀的確很像 感染的形狀 這樣子 彭醫師 其實這個以形補形 是中醫特有的一個觀念 但是橄欖這個 我比較不贊成 但是有時候像酪梨 像子宮可以保養子宮 這個就是比較有個根據 可能它裡面的成分 富含維他命E 可以保護我們的子宮之類 可是像橄欖 它是有醃漬類的 就像維他命C 曬乾之後也變少了 所以其實不太建議 所以這個就是說法 就是不太成立這樣子 那有沒有什麼中醫食療 是可以保養卵巢 有 如果大家想要保養的話 其實是花生 就是帶皮的花生皮衣 這個補血 然後它有很豐富的維他命E 然後加上紅棗 枸杞 然後蹲個瘦肉豬片湯來喝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花生的皮 意思不是那個殼 很多人吃花生要把膜剝掉 那個膜 薄膜 對 那它煮起來的湯 應該是要淡淡紅色的 那個才是最正確的一個食料方 好解 來 陳醫師 最後幫我們稍微來總結一下 如果女性朋友 軟才會顧得好 永保 青春 美麗 應該有一些大原則 其實我只有兩句話 第一個就是 好的血液循環 所以運動跟保暖 恐怕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呢 就是好好的把握生育年齡 因為我身邊太多 非常好的女人 永遠都覺得 下一個男人會更好 可是我跟大家講 身邊的男人最好 所以掌握機會可以的話 如果你不排斥生育的話 早點把它生掉 其實在適當的時候 做適當的事情才是最好的 什麼叫做適當的生育年齡 幾歲 應該生育的時候就要生育 其實在我們 如果以我們生物學來看 15歲就可以生了 可是15歲 換做適當 目前還換做適當 你這樣講看 現在跟15歲 我們要通報社會局 很麻煩 所以你會說我們 法律的成年之後 你們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適合的人 家庭又很支持 那上限咧 到幾歲以內 上限他現在會告訴你 你只要你能生 他都會幫你生 真的喔 如果以婉巢最適當 跟人生理的年齡 其實老實講 25歲到35歲會去最佳年齡 可是35歲 大概不要妄自菲薄 我們還是鼓勵大家生 如果願意的話 可是真的45歲上 我們沒有那麼鼓勵 因為那時候也很困難 也很辛苦 風險略高 所以還是一句話 早一點開始會更好 好 所以婦科證對一個女人的健康 是非常具有關鍵性的因素 因此真的要顧好 有疾病找醫生 如果沒有問題 平常不一樣 我們就要請做一些 我們這樣的行為 才不會提早衰老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